台中区深邪陵善源食散会 台中区的年度教育会 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作为创办者 我先讲几句话 我们善源食散会 它本来的成立的方式就比较特别 我相信各位居士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都在这今年都有看到说 有食散会的社会上好像什么小事情 结果越弄越大 弄到好像他的财务非常多 然后被社会做一种比较严苛的检视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试过境迁 我们就不再谈 不过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就是社会上之所以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氛围 除了说台湾目前为止呢 这个贫富的一个生活水平的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大 这一两年来根据这个统计是大到历年来最高的 他的计算方法是收入的前10%跟收入后10% 那他的比例是多少相差的比例是多少 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穷嘛 差不多 现在不是现在是说富的跟穷的那个倍数差太多三十几倍这样的几倍 几倍这样的差别的话 这种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明显的有一种什么仇富现象的出现了 其实仇富在佛教来看仇是不好的 仇就是说对抗 对抗就不好 可是呢 当人性是一个集体的反应 整个社会氛围是一种集体反应 那么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种仇富就会出现 这不是说你贫穷 大家都贫穷反而没有什么好仇的 那就是因为差距太大 那种仇富心态会显得很大 尤其是如果这种差距呢 居然落在中产阶级 那就更可怕 你懂意思吗 如果落在这个极下阶层的话 也是可怕 落在哪个都可怕 但是如果渐渐这个差距呢 一直扩张到中产阶级的话 或接近中产阶级 哇整个社会氛围就更加的 更加的对抗 听到我意思吗 本来在比较低阶级的百分之最后百分之十那个阶段还好 慢慢的百分之二十呢 的人呢都觉得 都觉得哦 那有些人是贵的问题了 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不稳定 哪知道民主社会也是这样 也会这样 不过民主社会有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媒体越来越独立的话 我一再呼吁媒体要独立 独立而且要负责任 负责任 你不要惹到什么 惹到最近居然有总统候选人在提出说 要限制言论 这个这个话就很可怕 这就是走民主倒车 不是限制 而是说提倡什么 提倡合理的 合理的什么呢 这个这个媒体伦理 你执政者不能讲限制 为什么人民法律 宪法没有赋予你 任何执政的团队 足以限制人民舆论的 这种权利 因为这是宪法 这样的言论制 至于说你有什么毁谤 什么 大陆就民法去告 那么我们现在讲回来 就是说 媒体的独立 然后让那个什么呢 让这整个社会有自我疗愈的功能 自我省私的功能 你比如说在今年初的话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的一个动 一个讨论 不要讲说社会问题 那么它对于人民 尤其年轻人就有一个影响 哎呦 那个慈善会 尤其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慈善会 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多钱 而且居然拿去投资 枪踏 哦还要死 你知道全世界买 买基金的 基金是流来流去 哪里有好处哪里去 那你要知道 世界上面 那个 稳赚不赔的 就是那种一直消耗的东西 是稳赚不赔的 那 卖牙膏也是消耗 那这种消耗太小了 每一根牙膏的那个利润 不到三块五块 假设 因为它中间还有那些经销商 但是枪炮不一样 独家独卖 你懂吗 还有国家来卖 哦 它的暴力行为是很大的 所以呢 基金当然会流到那里去 很可怕 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所以你我可能呢 生活中 投资中所赚到的钱 都可能隐隐约约 跟所谓的武器投资有关 但是呢 当它被放大 去看为 哦 慈善事业 居然去投资那个的时候 那个讲出来就显得很 很难听了 OK 那为什么会被这样来解释 是因为贫富的差距之后 排富的心理 再加上慈善事业呢 如果它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容易 容易 容易募款的 一个形象 比如宗教形象 或者组织形象的时候 那你的募款相对容易 那使得其他要募款的 慈善会的空间就被压缩了 这压缩呢 又造成了慈善会的排富心理 或者仇富心理 讲仇难听啊 就是这种厌负 那讨厌 你懂吗 就会出现 我也在做自身 我收到半仙 收不到几毛钱 哇你们 哇 一路改 一路改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想法在社会上弥漫着 五年前我就感受到 其实早在十年前 我就已经听说这种话 只是没那么严重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扩大 很难堪很危险 然后呢 社会一直酝酿着一种仇富心态 尤其是在越来越主张消费的社会 它的仇富会越强 为什么 我想要消费 我眼睁睁的看你在消费 我无能消费 以前手机三年换一支 很OK 现在两年没换会被人家讲 我是指一般人 会被人家讲 你这支招这班啊 赶快换 会变这样 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的 但是它就真的发生这个事 社会上一直是这样子 那这种就是西方文明的过失了 我到北大去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到这个事情 我说需要找寻一种 一种新的 有自我节制的经济体系 它会自我反省 并且所谓的永续发展 乌拉圭那位 我常常笑说 那位最有名的总统 他领23 22K 比我们台湾的23K还要少 领22K 台币 然后呢 不去住总统府 他不去住总统的官邸 他一样住他乡下的铁皮屋 然后呢 三只猫 一只两只狗 没有用人 他跟他老婆 两个老人 然后呢 开一台30年的 老的什么 金龟车 德国金龟车 然后在路上走的 开的时候呢 要去上班呢 还会顺便载路人 那人家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他说 诶 这样省油啊 他省事 我多 我一样用那个油 我多载一个人 OK 再 这样讲 然后再到的时候 过程当中 人家还不认识 他是总统 他的国民 还不认识 他是总统 他说 这种哥 你什么 我就 你总统府吃头 我在总统府吃头鹿 然后 再到 再到了都市里头 他还跟那个 在的路人 讲说 对不起 我只能载你到 总统府 附近而已 因为我在那里上班 这样子的人呢 有一次在联合国 演讲的时候 那个大国都走光了 大国都在讲那种 天马行空的 什么 永续经营啊 永续方展啊 爱护水资源啊 讲那个 碰到他讲的时候呢 那个记者 没剩几个人 大家都在那 杜估 都在那 准备睡觉 结果他就开始讲 他也无所谓 他就讲 他说啊 你们这些大国啊 领导的世界的 一个经济体系 在前进 但是你们讲的 那个永续啊 我完全 我完全 无法接受 因为你们的永续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再的 诱发消费 然后呢 做一只手机 他所要用到的 那个chip 那个所谓的那个 电晶体 他要用三吨的水 去洗那个小小的 小小的电晶体 还有那个记录板 那这个时候 你们大国这样子 然后又推动 每半年 每一年换一只手机 那如果大家都像你们 这样过生活的话 看看 看看印度 他不谈中国 他不要去惹中国 他说 看看印度吧 14亿人口 印度人口马上 就要多过中国了 他没在控制 然后呢 如果每一个人 都这样花费 如果每一个人 都开一台 德国的交车 这个地球 富安得了吗 你们在谈永续的时候 是按照你的方式 在谈永续 还是按照一个 地球能够呵护 做一个人 能够 能够过生活的 那种基本方式 在谈永续呢 他这么一讲 大家下面都开始鼓掌 然后很多记者 开始打电话 叫跑去外面的记者 赶快进来 这场好听哦 这场刚刚那个都不要听 你这场一定要来听 然后他还说 他说 你们那个记者 说我是全世界最穷的 总统 领22K 当然他不是这样想法 他说换成台币 22K 他说 你22K 我才不认为 我是最穷 穷的是你们 因为呢 我觉得我这样生活够了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不搬到 那个总统府 总统府那府邸去住 住在我老房子 你想想看 我不过就是 人民所选出来的 四年当总统 我住在那里 住了三十年 然后只为了 当四年总统 叫我那个两个老人 叫我搬搬搬搬 搬到那里去 然后四年后 再搬搬搬回来 你不搞死我 然后他的总统府 在干嘛用 每到冬天 都给游民去住 开放给游民 路人甲去住 他是这样 他的总统府 因为他管的嘛 开门 让人家去住这样 所以他是 全世界都笑他 说是一个怪胎 但是他说 不是这样 你们谈永续 他的意思说 你们在谈永续 我做的就是永续 我根本不跟你们谈 这个话 在网络上面有 乌拉圭这位总统 他下台之后 他在下台之前 他的国家 失业率27% 好可怕 一百人都27个人 失业 等到他下台的时候 只剩下11个人 只剩下11% 说起来还是很太高了 吓死人了 但是呢 对他来讲很难得 27降到11 降一倍多多 没有什么动乱 所以人家夹到欢迎 送他 送他怎么样 送他退职 他常常走在路上 菜市场 他就去抱抱老百姓 人家问他说 为什么这样 会不会危险 他说有什么好危险的 这不就是 这我不就是 人民选出来的总统吗 那民主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贴近人民 难道不是吗 诸位 人家他没有什么高调 他也不谈什么主义 你懂吗 他也不谈什么世界永续 他也不谈什么普世 什么普世价值 他都没在谈 你看他做的 诸位 最朴实的事情呢 是最改的 他贴近人心是最改的 这次我们的教育会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主题 那有这么多同学来了 我也不耽误了 那么我们在赖老师的带领下 好像有十二位同学是吧 十二位同学 那我们慈善会 其实本来的做法 其实很简单纯 就是说 我们不用宗教的那种 那种对外公开 公开的 而且没有标的物 没有目的的 我们就只是说 有一个慈善目的 然后慈善目的 行为 然后我们就跟社会募款 一方面我没那个组织 我不太想做组织化的事情 二方面呢 我觉得佛法应该是随缘 可以随时可以做善事 不需要透过这么大的组织 虽然组织很好 可是组织总是有组织的 人家诟病的地方 他有排外的感觉 所以说我在想说 我当时想说 不要再用这种收钱 然后都收到事务这里来 然后我找一位会计 帮我算钱 然后哪里有钱 我哪里需要钱 我就投租投租 这样一进一出 管理啦 做账啦 也是必要的啦 即便我们今天也是有小小的要这样做 可是呢 当集中 过度集中了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 诸位居士在学习自主的时候 力量就不足 第二呢 如果我再去训练一些 志工 然后去建立案件 然后再来做慈善事业的话 那么我是觉得旷日费死 而且那很专业 而且我们是民间活 民间团体 我们也不具有很多的调查权 警察的所谓的执行权 强制执行权 我们都没有 那么这刚好呢 Mary他们 居士他们认识 认识社会局 我就跟社会局谈说 不然我们跟社会局合作 那么那社会局呢 来给我们案子 你要知道社会局是国家的政府机构 它具有调阅权 强制执行权 在法令之下的强制执行权 它甚至于有调动警察的权力 当必要的时候 有危险的时候 或者比如说家暴事件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们合作的话 我们等于是有了一层更大的力量 直接加在我们身上 再来他们建案给我们 那当他们人家很辛苦 不过透过信任关系的建立的话 他们也希望说对当地人民有帮助 比如说很多什么样 比如说很多的案件是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资格领那个 领那个什么国家的资助 因为什么 因为他名下有房地产 名下房地产是他们阿公阿祖劳 他只分到那个房子的三分之一 或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那大家都没钱了 眼前就饿死了 你说他名下有那个二十分之 二十分之一的十分呢 没有用 但是国家法令就规定 有不动产在名下 无论多或少 只要有 其实他不应该这样 他说如果有不动产 但是怎么怎么怎么 应该有排除条款 但他没有 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很多案例是 他明明很苦 可是没有办法接受支持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 我们慈善会投入了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案 社会案家 他们讲案家 我们讲这个 善元户就很有帮助 那么社会局也对我们 能够这样帮忙 觉得很欢喜 那么也就只有这样 不会有所谓的奖学金 这个事情 本来是没有的 可是呢 刚好在台中特别 台中就是我们 这个邻居室 他们姐弟 那么依着他爸爸 爸爸的姻缘 爸爸 这个 所在的地方呢 是这个台中市的 玉英国中的 那个当年 跟玉英国特别有关系 那么他在 晚年的时候呢 就特别的指 我在的时候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 他有提到 希望能够特别 透过慈善会 来为 每一年 为这个玉英国中 这个 颁发一定的奖学金 所以说 诸位全国各地来的 代表 那么 你一定看到 台中多了这个内容 发奖学金的内容 这个是 本来不是慈善会 想象中要做的 我们做的直接就是 对家庭 对家庭 然后建案子 也是由 由社会局来建案子 可是 台中 多了一项这样内容 这个 这个 这个费用是独立的 这费用是独立的 由 由 邻居是他们 姐弟呢 是独立的 为了 爸爸的心愿 那所以 现在我们就 来办法 好不好 那我念名字 那好像有一位 没有到 那就赖老师 你 帮我们 带手 那 由师傅来发 我念 你 签 你们两位 然后 一人拿一些 我念名字 然后过来 好 第一位 那个 余 斯嘉 站在这里 余斯嘉 很好 余斯嘉 第二位是张玉英 少相 好 来 不少相 少相吗 来 我站在这里 来 同学来 站在中间 没关系 然后 然后 下一位是廖祥 彪 是不是 文 这什么 文 文 好 廖逸 廖逸 好 到下 廖逸 廖逸 再来 好 好 再来 下一位 廖逸 逸 逸 那是 念 廖逸 廖逸 再来 郭艳志 没来 老师帮忙 老师来 老师来照一张 再来 廖家美 女同学多 我再注意喵了一下 你同学多 廖家美 再来 简子诚 男生 好 再来 简子诚 再来 邱淑萍 再来 林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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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来 林陈玉 好 林陈玉 蔡玉英 还有个 方伟 蔡玉英 方伟 再来 萧 香 杰 郭玉 平 林雨 胜 几年级 几年级啊 12年级 很好 郭玉 郭玉 林雨 林雨 好 郭玉 郭玉 好 郭玉 郭玉 好 郭玉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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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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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有电了 就不够 先去换一下 好 那么 当时有提到说 要这样子颁奖奖学金 我在想说也好 每一年 花这么几年小时间 让同学 受到社会上的鼓励 那么 这个奖学金主要是以什么名义啊? 清函吗? 清函奖奖学金 那么我在想 其实 同学们的奖学金 其实真的主要是以 清函特别有意义 那 也常常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辛苦 家庆上比较辛苦一点的 其实呢 对小孩子来讲 其实是相对的 比较有成长的空间 跟医 华人呢 有一句话说 要苦不要苦到孩子 其实这句话在西方是很惊讶 在西方刚好倒过来讲 要苦就得苦小孩 不要苦大人 你知道的 因为小孩子的适应力大 那么小孩子呢 要面对的 未来整个人生 我们不确定他有什么样子的挑战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他 各种的挑战跟辛苦的历练 当然这在合理 并且随缘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 你比如说在北欧 中欧就已经这样了 像芬兰 那像芬兰的话 我就看到一个报道 芬兰的 芬兰的妈妈 他们会推什么呢 会推婴儿车 在下午出来喝下午茶 那么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在喝茶的时候 喝茶的时候 那个咖啡shop 其实有点冷了 那已经是有点寒冷了 它的纬度已经满北了 那么他们在喝茶的时候呢 那个在屋子里 可是整个咖啡shop呢 是什么 是玻璃屋 是玻璃尾幕这样子 那外面呢 有一整排的什么 锁婴儿车的扣扣 妈妈呢 把婴儿推进 推了之后 就这样停在外面 好几十台全部停在外面 那玻璃 你在玻璃里头看得到 那小孩就在外面冷哦 就在外面冷 妈妈在里头呢 暖暖的喝咖啡 那你看看日本 不要摇头 这样才对的 他们有话讲的 那日本 你看日本 再怎么冬天 男生女生一定穿裙子 或裤子 然后呢 他在过马路的时候 不能停 要跑步的去 然后要过马路会冷啊 眼路这样跑 跳跳跳跳跳跳 他会冷吗 他会这样跳 你知道的 女生在防寒的功能上呢 是比男生还强 那么呢 男孩儿女 无论儿子或女孩 他所继承的防寒基因 不来自于男生 来自于女生 哎 来了 那个你们要注意一下 健良来了 来 欧米君 督导 变督导 来 请坐 不要不要不要 快 开港 等你啦 就说要苦苦孩子 现在因为刚刚 同学来了 我把这个话带一下 这样子 这就是育婴活中 对 其实也 就是发一发奖别金而已 那 要苦苦孩子 你要知道 最早是苏联的 现在叫做俄罗斯了 当年的苏联他就研究 他说 如果要统治这个世界 将来遇到世界暖化或寒冷的地带 要作战的话 我们的军队那种 预寒能力 必须比他国强 最好的方法就是 强烈我们的女生 让我们的女生 在预寒能力强的话 将来生下的小孩呢 是 都能预寒 所以德国 跟欧洲 他们这个 苏二 早年 他们要求 小孩子从来不穿卫生裤 不准穿 尤其女生不准穿 不是虐待 就在训练小孩子或妈妈 女孩子 他的那个防寒能力 他要的是一种基因的增强 你看看还有 西方也常常生小孩之后 他们在水里生 生下来之后 就让那小孩 婴儿就在水里要能服 懂得要能服 为什么 服是你自我求生生存的一个基本本能 你不能把它剥夺 一生下来就要会 你知道我们小孩子在胎子里头 他就在养水里头 整个就在水里啊 所以他是很熟悉水的 所以有一派主张生小孩 不应该像台湾这样子 女生喔 三分之二 甚至二分之一都剪开什么 剪开慧音 太残忍了 哪有人这样子 女生以后就没办法再自然 不透过这个动作生小孩 其实妈妈最伟大了 她生小孩 再怎么样胖的小孩 以她生命本来的样子就能生 不需要用这种人工动作 你懂吗 太伤害了 太残忍了 男生听起来都可怕 对不对 那怎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这都是不对的 不对的 那她要自然生产 自然生产是一种伟大的见证 像爸爸 像我们华人 尤其是台湾的爸爸 没看过 亲眼看自己的太太 从自然生产这样生下来 我看有看过 自然看到有 喔 你难得 你算是怪胎一个 算是怪胎 难得自然生产 亲眼看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你才 你这个爸爸才有办法 站在跟妈妈同样的角度 将来跟儿子讲 你当初生你了 是我坏心了 你怎么不好 你再来看看 我给你挤 为什么 那不是男人忍得住的 你知道 疼痛的十级 如果分十级的话 生小孩是九级 生小孩是九级 男人大概到第七级就晕倒了 女人称九级还活跳跳 还能够生下小孩 还能够哭 还能够哭 还能够笑 好厉害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自然 自然法则 所以我们的小孩也要面对自然法则挑战 所以苦要苦孩子是对的 但是至于我们发的这个是清函讲绝经 清函 我要告诉 我要告诉同学就是说 今天你所看到的 现在来的这两位 这个帅阿伯跟美丽阿姨 如果要以我来的 如果要以我来的 鼓掌一下 他们就是这个慈善会主要推动者 早年的发起者 要不然你会有的 那不是要让你坐 那么呢 他们两位就我所了解 我认识的 他们两位就是清函 家里 家里甚至于他爸爸 像我们义德居士 早年 那个年纪 他都说了 要出去外面吃一个晚餐 或吃一个宵夜 爸爸都得要 都得要怎么样姻缘才有 那美丽居士呢 作为太太的 他们当时家里 或许没有那么清函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多好 以今天来看的话 都是辛苦打拼出来的 所以我要勉力同学 清函只是一个名义而已 只是一个鼓励而已 不要被清函这两个标签 标在身上 好像觉得 嗯 那我们家是不是比较穷 就会弱了一等 错 完全不是这回事 是 这样子呢 是你的机会 那这个阿姨们呢 这里叔叔阿姨啦 伯伯啦 那个 今天来给大家的鼓掌呢 不是鼓掌诸位 领这个小小的红包 不是的 是给你们生命的一种支持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请你们要记得 这个红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 要接受自己家庭的现状 然后呢 在自己家庭的现状当中呢 寻求奋斗 诸位 我们台湾今天的生活 要自行找学 学习 其实机会都有了 没有非得一定要去补习 同学看不到我 我站起来好了 我以前我的同学 我们那个时代 我五十多岁的人 看不出来 我五十多岁的人 那 我们那个年龄里头 其实已经开始有在补习 以后真的是从小学开始补的 国中以后补是非 几乎都非得要补的 然后一路补到高中 然后去考大学 我们那时候考大学是一百个人 只能考上二十个人左右 这样 所以国立大学大概只有百分之八 义得是百分之八到多少 他是我成大的学长 是这样 所以都考上大学的更低 都是考明星学高中啊怎么样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家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清寒 我曾经在路边蹲着吃饭 然后被人家走过去的时候说 那小孩子拉着他的妈妈 然后指着我 跟我妈妈蹲在路边吃 因为我们 带便当 没有桌子可以坐 人家不让我们坐 那当时社会环境比较闭色 所以说蹲到路边 那个小孩子拉着呢 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呢 然后对着他妈妈说 妈妈你看这乞丐 那我也去做过童工 做了早年电子业 那妹妹就知道 早年电子业不是有那基板吗 Ladio radio 那个收音机 都固定要焊接 焊接那个什么 焊接那个小晶体 对对对 然后那个女工 特别 那个女工头好凶悍 对不对 他都会检查 他都会检查 那我们小孩子 有时候做的不对 都被叫去骂 是这样 因为这样子都要 一条工作线 那我们这里 这个点没焊好 等下到那边去 又要再拿回来 对不对 这样要run一次 人家 我们好紧张 好紧张 这样 那当年哪有什么 吸那个空气的 空气清净 冷气 没有 都在一个热乎乎的环境底下 你知道那汗腔都是热的 有没有 一个挨一个做 一个挨着一个做的 然后东西一直来 一直汗 你就汗固定那个点 那往下一直汗 你每一个人汗固定的点 这样子 一路往下 各位诸位同学 我们都做过的 我还做过什么 我还做过那个推销 推销报纸 小孩子 六年级 我都要去学的 去面对那个 不认识的人 去敲门 人家放狗出来追你 你去找 然后呢 要去签 他愿意的话 一个月 如果他愿意 定一个月 我才有钱 我才有几块钱 我要去拉那种客户 那真的是敲门 我傻傻的 我觉得 那人家说 我要帮爸爸妈妈赚钱 赚一点 至少也是零用金 或者生活费 赚多少赚多少 我真的去了 做了半年 做了半年 我回来的时候 我后来截止没有做 因为读书实在太 六年级 有点快承受不了 然后就结束了之后 我傻傻的呢 把人家那个收据 没搅回去 他也一时忘了跟我拿 收据还剩了 一叠收据五十张 好像剩了十张左右 我推销到四十个人 这样 结果那个十张 哦 那个公司老板 好紧张哦 赶快来跟我要 要到我家来 我第一次被大人这样追的 追东西 我也吓一跳 这在我小小心灵当 四十年了 我都没忘记 不是我恨 不是 我是觉得那就是一种 最珍贵的成长经验 所以 这是 跟诸位 叔叔阿姨讲 还不如说 我先跟同学讲 就是说 其实家境 稍微的 跟人家比起来 稍微的怎么样 在我生命当中 是从来不觉得 那对我成长有什么 负面的影响 是的 我曾经也经历过什么 同学有我没有 同学去玩 我没钱去玩 同学买的东西 他能买我不能买 还有 同学去哪里 我去 正在哪里玩了之后 有他们谈的内容 而我实在 加不进嘴 因为我没跟人家一起玩 所以我被孤立了 我被孤立了 这样 这种情形呢 其实我都经历过 那我经历过 我也偶尔会有一点说 呃 怎么样感觉呢 偶尔有一点感觉 失落 我说 没失落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这样在大众当中 你就真的是少了一些 跟人家连结的经验 跟基础 是的 可是我有个想法很特别 那这点我要想交给诸位同学 我的想法是 嗯 这个不是我自己 要的 也不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愿意跟人家做朋友啊 可是他们好像不太在意我 啊 即便我比较穷 我们家比较穷一点 这也无所谓啊 嗯 是他们现在看不起我而已 嗯 我觉得我们只要努力 也还好啊 我看得起我自己就好了 我是这个想法 我也没有这样想哦 我的那个双胞胎弟弟哦 早期我要找他回去看我的生物 我们两个都给你 我们两个都是给你 那我要去约他回去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我一辈子不会讲 但是是一般人都会讲 一般人都会讲的话 你应该想象的到 他怎么说 他说等我更发达了 赚更多钱我再回去 一般人真的会这样讲 我是不是 不一定是你们啦 我说一般的状态想象的到 讲这种话并不突兀啦 可是这种话在我生命中 是从来不用讲的 不是说我已经很发达 不是意思 我是觉得 回去看一下生父母 就是一个感恩 我也没有在意说他怎么把我给人 这个 在我们佛教来看 就是有因缘而已啊 所以 儒家讲说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句话我不承认 天下 父母就是凡夫 怎么会没不适呢 事实上是这样 是说 儿女眼中没有不适的父母 有可能做错事的父母 但没有那个父母 是我不要的父母 应该说 儿女眼中没有什么 没有被能嫌弃的父母 应该是这样讲 当然有不适啊 即便他有不适 我都不嫌弃 你爸如果是小偷 那就是不是嘛 也不用大义灭亲 直接告官就可以了 你懂吗 这不需要大义灭亲了 有什么大义 有什么好灭亲 你去告官 让你爹被抓去关 这也不是灭亲呢 是不是这样 这是让他消夜 懂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没那么严重 懂吗 我是觉得 我们佛教不是这样讲 不是什么什么 天下我们世的父母 不是这个讲法 我们是没有可厌弃的父母 哪怕我的父亲就是小偷 那他就是 教育失败 对不对 那去做小偷 我劝他 但你还是我爹 我不是唾弃你 你在外面的人要唾弃你 我觉得我好丢脸 所以我跟着你 要唾弃你 我为什么要生在你家 国教会这么讲 国教是讲 有缘做父母 做我的父母 我做你的儿女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姻缘 我没有可以怨 我也没有可以厌你的 诸位同学 懂吗 那聪明的人是 就在这个因缘之下 既你怨也不厌的情况 我奋斗我自己 那在这么困难 我还奋斗得起来 那这就是我告 我对父母最大的什么呢 孝顺 所以诸位同学 贫穷绝对不是疾病 贫穷也不是一种丑陋 贫穷更不是低等 贫穷也更不可能是一种标签 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能够向上升上的人 只要你找到生命自己的目标 没有任何标签可以放在你身上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说 刚刚我才问 我们是以这个清函来作为 作为一个 发给诸位的小小的一个鼓励 但是呢我还要特别这样讲 名义为清函 但是你们并不是被贴上这种标签的 不需要 当然标签也不一定多坏 可是我是告诉你说 标签就被固定化了 哪是啊 哪是啊 你们就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你们女生未来好的妈妈 男生未来好的爸爸 你们男女生未来是社会的中间 就这么简单 我就看你们是这样而已 没有任何的标签 往前去 找到自己的兴趣 做一个有为有守的人 做一个从来不嫌弃自己父母 自己家庭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 这种不嫌弃 不是假装的不嫌弃 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什么样子的样态 在我们出生之前是没办法决定的 出生之后我们被决定了 那么这些 在佛教来讲 那就是过去世的因缘 不需要比较 我今天才收到一个 一个Facebook 是一个新加坡的女孩子 才几岁呢 十五岁 然后呢 爸爸不在 妈妈不在 只有一个阿嬷 所以一个女生 十五岁的女生 她怎么样 她为什么写给我 她问我 她阿嬷拒绝她去交那个男朋友 她好痛苦 然后她问我该怎么办 奇怪 五十多岁的人都在解决这种问题 然后她问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跟她讲说 那你的男同学怎样 她那个男同学 我连课本都常常忘得到 我说这样的 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们不要了 她果然就把她File了 不要了 但是只撑了 只撑了两个礼拜 她刚刚又给我一个 一个简讯说 师傅 我现在又接受了新的一段感觉 很多小孩子的想法 但是我并没有去阻止她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 是有一些弱势啦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 这个阿嬷在教她 一个十五岁的情窦初开的小女生 她当然需要的是这种 这种情感上面的依靠 我也没有说你不应该 你怎么样 我只是分析给她听 上一个男朋友是不可靠的 是不可靠的男人 她想通了就放下 可是她告诉我说 可是在班上天天见面该怎么办 那你说君子之交 那么其淡如水 她听不懂 我还得翻译一下 因为她的中文 在新加坡的中文没学那么深 我要慢慢解释 我们很容易懂的那些对话 她听不懂的 我还得要极端的翻译一次 这样子给她听了 然后当然了 了解我意思吗 我也不看她有标签 我知道她有这个状态 但她不等于这个标签 朱惠同学 我跟很多年轻人都谈得来 我愿意听他们的心声 所以说今天我在讲这样的意思就是 告诉朱惠同学 就是说 第一 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你因缘所结的 最好因缘 在今生 我们要珍惜 对待自己的父母 他有不是 那当然是事实 他甚至有时候太无理了 你交个男朋友交个女朋友也被人家这样追 对你的所谓的私人隐私也太不尊重了 这我都相信有可能发生 那个在今天你所读到的道理来说 所听到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 那是爸爸妈妈的不是 我想也不能硬说你错 是的 爸爸妈妈因为太爱你了 有可能做一些你看起来太荒唐的事 来偷偷的窥看你 但是请记苦 不要厌弃他 他是你最大的依靠 他 那种依靠并不是让你不用努力的那种依靠 而是说你跟他那种 那种情分上面的恩义 是你这一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呢 不厌弃自己的家庭背景 同时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并且去给你奋斗 如果同学当中有一点点的大小眼 对我们之间有一点小差别的待遇的话 师父也跟你一样经历过 相信师父说的话 那是你成长更大的动力 不要对同学有恨 好 也要怎么样 谢谢他们给你推力 懂的意思吗 因为他们也跟你一样 他们没有听到师父这个的话 他们可能一时不懂 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能比你稍好一点 眼前而已 但未来不知道 因此呢 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分别 你要记得 你今天听到师父来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就跳开来他们的程度 你跳到更高的程度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 也不必讲原谅 那就是什么 他还不懂 他才会对我这样 所以你 你已经懂了 你不跟他计较 你努力在你的生命目标当中 好吧 跟各位同学讲这个话 好 如果老师他们要同学要去上课 那就去 没关系 那就不耽误了 OK 好 跟师父说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这位同学 好 好 我们图长 带着 带着 这个师傅 还有这位阿姨 叔叔伯伯的祝福 好 去读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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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那我们 对 其实是本来想留他们下来吃饭 上次是有的 这次是 他们就说时间上了 丁一拜有 丁一拜有 丁一拜你有吃 因为老爷吃饭 丁一拜 丁一拜你有来 有 丁一拜你没来 那时候出国 对了 丁一拜丁你有来 男老师带来 他们有个下来吃饭 他们来先吃第一通啊 对对对 我们吃第二通啊 不然坐不下 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 叶都岛 哇 叶都岛 今天都岛 叶都岛的 派代表 他自己做代表 是这样 他的名字非常好 记得叶建良 就是张默默 就是张 嘉伦师姐 他先生也叫叶建良 一模一样的字 所以说太好记了 你知道吗 那因为他同修 是早年清凉寺的老信徒 所以那名字我记得很熟 因为当时清凉寺 比较有在来往 较有辣的 人中 技术就没 就没贵 他们生日就记中一个 记中一个 就对了 所以说 我都很会记 所以我看到叶建良 什么 我以为他先生做的 都是 现在去社会局工作了 好 那我们请 我们 督导给我们讲 几句话 好 OK 那个法师 法杖法师 还有在座的师傅 还有那个 伊德师兄 跟那个 我都叫他美丽姐 就好了 我不能叫阿姨 因为差太多了 那个 还有在座的各位师兄姐 还有各位先生 大家好 那 今天 由我来代表社会局过来 因为 其实最近我们 在我们科而言 我在社会局社工科 在我们科而言 刚好最近动荡比较大 因为我们的科长 鼓掌都近期 就会离开 所以他们最近都很忙 没有办法来参加与会的这个活动 那 今天又是人家说的大日 明天说的大日 就是好日子 我们自己重心 其实像我自己重心 我今天也有办活动 那我自己是会 师姐在邀请我的时候 我就说 哈? 真不错 那这个时间 我怎么担担担 但是我跟你说 没问题 我一定要抽时间来 因为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伙伴 我一定要再怎么忙 我都会抽一个时间 过来跟各位碰个面 那 另外的 其他我们的督导们呢 也是因为有的是有活动 那有的 因为今天我刚刚讲 口音嘛 今天也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的那个 一个公教联合婚礼 对 所以我们有几位同仁 有结婚的人 那他的主管们 就可能 要去共襄盛局一下 所以今天就只有 剩小弟我一个人过来 好啊 请各位大家多多包涵 好 OK 那我刚刚讲 我们今天办活动 我们今天重新的活动是去 我们带了一些弱势家庭 要去日月潭旅游 今天日月潭有一个盛大的活动 花火节 花火节 帮M会不是发火节 不是用想起的发火节 帮M会花火节的活动 那我们就带了一群小朋友 去去顾索 然后去去休闲旅游一下 然后增进一些家庭关系 但是今天也有一些插曲 像我今天一早去的时候 就发现说 报道率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邀请 这次邀请的对象 都是一些比较有 应该 讲直接一点 叫做问题家庭的小孩跟家长 就可能有一些什么 爸爸妈妈都毕竟 比较不是那么有责任感 不是像在座各位这样 那当然 他平常学校 孩子上学 就可能都不准时的 何况参加这种 没有强制性的活动 那 我觉得这个都还好 因为我们自己都能理解 包含我想 在座的实际上 因为我们自己做这种 我们都很了解 我常常跟我们同仁讲 说 如果说这些个案 都跟我们的思维一样 它绝对不会是个案 所以我们不能用 我们自己的思考 去看待他们 但是 不是每个人 因为我们直接接触 我们知道 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想法 像我今天 就必须跟我们合作单位的伙伴 我们知道的 我就看到那个 因为我们是伪伴的方案 那那个承办人 就在那边 林草草 说 您到底是怎么找人 的人都不来 那 对 他就很不高兴喔 包含前几天 其实就已经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 一系列课程 包含有 亲子教育的课程 邀请家长来上 那初期去 报名三十个来八个 对 所以他 他一直以来 就是一直都是 林草草的对待我 那我就觉得 我就要花时间 去跟他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做这个 社会服务的工作 除了我们直接的 施与兽之间以外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 一工作 其实就是在于 倡导的角色 我们必须要花很多人的时间 去跟我们的其他 不了解我们实际 服务状况的人 去跟他沟通 那他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人 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努力来把他脱离 那样的一个状态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那有时候 其实 有时候我们跟个案沟通 反而比较容易 跟这群人沟通 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对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一起要去努力做的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真的是很感谢各位 就像我常常 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 我其实我最近的心情 也是有一点失落的 因为我中心的同仁 也有一些 因为调子各方面 一直有人事的一个波动 那我常常在想说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那个 所谓的长期陪伴 其实是真的很需要 因为一个案家 跟我们建立关系 真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那个长期陪伴 每次在美美的人事异动里面 就会慢慢的去流失 那其实我最近真的 就是不管我们的主管 还是我的同仁也好 都一直这样有一些调动 其实我真的是有点失落的 因为我会觉得 一来我这个时候 心里会想说 为什么都没有人 愿意跟着我一起 好好地努力下去这样子 可是我们又不能 又不能阻止人家升迁 说实在话 对 但是就是我想说 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好有在座各位 因为我知道说 再怎么样 虽然我们有建议吃面 但是我都不用担心 你们会不见 你们永远会是我最好的后盾 所以我都真的很感谢各位 OK 然后 就像诚如我刚刚说的 我今天的工作 其实真的非常的忙碌 那我想我以往 我都会尽量留着 留下来陪伴大家 尽量留到最后的时刻才离开 但是因为我今天真的 活动还蛮多 还包含我有一些个案 像我待会11点 我一定要赶到神刚 去跟我一个单亲妈妈互动 那个个案也是因为 本来是我同仁的个案 可是 它也是因为 它一直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然后导致我们同仁有一些情绪了以后 她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服务她 对我就把她接过来说 暂时由我来服务 不过那个妈妈 确实是她是那种很容易搞失踪 然后年轻妈妈嘛 然后孩子性还很重 那可能我们的同仁自己也当妈妈 就会认为怎么会这么的不负责任啊 那当然这个我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同仁去沟通 说这个状况 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跟关怀 去跟她做一些建立关系的动作 她本来都不愿意给任何人她的地址 所以我们就找不到她的人 没事 就是只要她有困难才会出现 没困难的时候 你要找她 你永远不知道去哪里找她 那包含我们这边也好 我们家房中心也好 她都是一直都不愿意透露她的人住在哪里 不过我觉得我很清新的时候 经过我这段时间跟她沟通以后 她愿意告诉我弟子在哪里 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 其实你只要花时间 我想各样都还是会愿意跟你一起工作的 那我刚刚为什么说我说我11点前 我大概10点45 那我可能10点45我要离开 所以我想说在座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需要小弟我跟你们做一点点讨论或回馈 所以就待会可能在这比较匆忙的时间里面 你们都可以尽快先提出来 不然平常其实如果说随时有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啦 因为我只觉得说各位师兄姊姊姊 其实你们也都很客气 我们各样Pass给你们以后 我觉得你们很像也真的都不太好意思 打扰我们的社工人员啦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是对等的伙伴关系 如果你们随时有问题 跟我们的同仁联络 我想我们同仁也都会很乐意的 来跟各位做一些些的协助啦 如果你要赌到 他不会跟你教三天你跟我说 书弟弟弟弟跟我说 不过不会啦 我相信我自己带出来的同仁 我应该都很了解他们 所以原则上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以上简单的 简短的讲一点点的话 然后也谢谢各位 真的这段时间真的有你们 我真的很放心 谢谢 不然我就帮大家问一下 读导我们现在台北的话 台北的话他们是也没有强制 但是大家后来就觉得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就是说 您刚刚讲的嘛 好像说不好意思给你带走对吧 现在你也在了 我们就说三个月 他们台北是这样做的 没有这一定的 他们后来发现说 用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大家聚会一次 不晓得这样子OK 这种聚会 不要说固定的 一定说好像很严肃 不是这样 有时候就是说 有一个回报 回报说 我们看到这三个月之后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状态 有什么状态 我们台北都是这样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从实际的运作当中 由社会学家听到 社会资源 还是操作面 由他们来说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依依个爱 对对对对 服务状态 或者是辅导状态 或者是陪伴状态 改善情况如何 或者您 因此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想法 可以指导他们说 不 不要说指导 你说对人 跟他们说 不然跟主委这个家庭 继续跟他们这样做 这样子 为了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 后来发现就是说 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是 因为呢 他们是 他们是属于民间团体 那么对于 对于那个 什么案家 我们说善元户 的感觉就是说 他会比较客气 因为 人家有一个老人 他会来帮忙 所以有一些话 或者 比较激烈的反应 他就也不会对他们 也不会对他们 是确实是这样 可是呢 他们却会有一些小抱怨 或者一些之间落差 比如说 以前有上帝 现在都没有 其实这是因为某些政策 或者 已经没有了 但他把这话 不敢对你们讲 可是敢对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在三个月当中 如果能够 汇整这个观念 来反应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 他可能有个误会呢 厘清 那这样的话就会增上了 他们的成长 跟陪伴的实际效益 你看 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建立 我们到时候 来看看 你还说给你们 我来回应一下 没关系 因为其实啊 刚开始我们跟我们善元 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定期聚会的集资 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会固定出来 一起吃个饭去个餐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所有伙伴 他们也都一起来参加 那其实我觉得 当然也是可行的一个方式 因为毕竟对我们而言 我们是比较不好意思的 因为毕竟我们 你们约的时间 我们可能有时候是上班时间 我们也是都是 反正就是上班时间 通人出来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有我这边请通人来参与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一直 其实连我个人都会 一直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每次出去 你们都要请吃饭 吃久吃久吃久 我们就会越来越 不好意思就越来越 不想要参加 所以我觉得问题点 不是在于说 通人们不给你们机会 而是有时候出去 就是你们出钱出力 还出吃饭这样 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想说我要讨论的就是说 如果说未来真的要实施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 你们不用那么的 费心力去准备说 还要一定要一个聚餐的形式 或怎样 或许你们可以抽个时间 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也好 还是说 我们在约在哪个地点 然后我觉得 不要给各位请 大家就是一起点点餐 我们自己一起吃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都还OK 我想我们同人 我们应该都很乐意 而且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甚至你们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一群人要聚在一起有困难 你要这 各别找我们同人 我觉得随时其实也都是可以用 这样一个小点对点的一个聚会的方式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会更多的弹性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都是很感恩 就我刚刚讲的 你们一直都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是可以来一起的 只是我刚刚讲的是 为什么后来那个聚会会 会有点压力 是因为那个的前提这样子 并不是说 因为我想之前那样的状况 确实也还不错 就除了很长时间 也觉得很坦白 其他我都觉得都还不错 都可以讨论一下个案的状况 以上简单回应师傅的 那个谁 那个賴居士 应该就是他想的这样才对 没错 刚开始大家没摸手 才会去请吃饭 其实真的就是办正事 大家搞不好就是应该 到我们社会局那里 也不用再租地方 也不用再找地方 就是有会议室 大家约好时间 也不用说你们再请假外出 那同仁的话呢 就是说 特别有需要留的 我们才约好那个时间 好不好 应该是要这样才交易好 你觉得呢 那应该是在平常的日子吗 对啊 平常的日子 不要再找到放假 以见谅他的 大家觉得好的上班时间 或者这样子 比较不会再增加负担 有时还是 我觉得这样的好事 他要去忙 他应该去忙 我们总是有个聚会机制 现在连高雄也这样做 也这样做 最早是台北 你说看 可以可以可以 你讲一下 因为四七五分嘛 你注意听一下 好 师傅 还有法师 还有美丽师姐一的师兄 还有各位学长 我们把台北的状况 跟那个都岛参考一下 交流一下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改变 之前也是像都岛讲的 就是说常常出来吃饭 你买拍谁 跟你买情况一样 后来他们那个 七星社会中心的都岛 他就建议说 你整个来我们社会局 他是这样 他其实不影响他们工作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讨论个案 你这个心里面 说完完 其实 没事的可以来旁边 他讲完了 他赶快就去处理他的事 其实不影响工作 那一般的话 就是我们每三个月讨论一次 就是其实是互动 知道怎么样 帮助个案 有时候 讲实在有一些话 他不会跟你们讲 他会跟我们讲 他觉得我们比较麻烦 觉得你们都老家 他说你们都不来 他会跟我们讲 他说你们那些把我扣 那些把我扣 那些把我扣 本来有的现在怎么没有 他们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就有时候会跟我们讲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是每个月 每一组 小组长 他会有一个窗口 每个月就是会给一个窗口 你们社会局有一个窗口 把每个月访释的资料传给你们 这一家是什么 这一家是什么状况 我们每一组的他会写一个报告 几个人去 有什么物资 那给我们 池上会一个窗口 你们有一个窗口 就传给你们 有什么特别状况 会直接电话跟你们讲 你们也马上知道就可以去处理 所以其实是很清楚个案的状况 每个月都会写 每个月都会跟你们讲 那三个月再开会也是讨论 有没有需要要加强 注意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去的话 有时候请他们吃饭 他们就是不好意思 结果我们就会准备饮料 那个督导他们就买一些水果 大家都互动 买一些蛋糕 大家都有买 他也不会拍摄 我们也不会拍摄 这样就感觉就很好 好像一家人 对 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让他自然化 平常化 反而不会见外 大家见面 就是把事情聊好了 也互相交换一下心得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抽出来 当作电影来看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民间跟政府的一个 最美丽的图样 对不对 我们共同为了一个善的事情 民间跟政府有这么大的互信度 跟这么样的融合度 来一起完成 虽然大概有这个事情可以这样 其他事情都很难 都是我们去办公 他们去应付我们 一般我们去政府单位都是这样 但是唯有这样子的不同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因为这样也不用让人家在上班之外 他还在多时间 那还要在选时间 耽误人家的休息 再来就是说 他就在人家的办公室旁边 临时要真的有事 他快去办一下 或是要找什么事情 快去来说一下 可以说多少 那就需要 就在这里说多少 我觉得这蛮好的 賴居士 那如果这样 往后你就跟建良督导 再多联系 那赶快进行起来 因为现在呢 台南在酝酿 台南也在酝酿当中 上次聚会有谈到 那高雄好像在做 高雄还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督导 直接提出来 所以要这样做 所以大家有感受到 这种信任度跟这种 进一步的那种 这种这种 这种 也不要说沟通 这种一种交换呢 是很需要的 这样好不好 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感觉 如果可以的话 把心境的主缘 他很有心 你也把他带进来 亲自看到这种 比较深刻的讨论 跟交换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要怎么做 很快就可以把主缘 调链成为主长了 这也是你的一个 调链主缘的好方法 这样好不好 麻烦你喔 好 最后 你还有十分钟 我再带大家问一下 我听到你刚才说 我真有幸福问你而已 你会说 你会说 这个略谈 扮多当 你扮多当 你扮多当 我们是不是 你刚才说出版单位 那出版单位 是民间单位 是吗 民间单位 是民间单位 我请问一下 这个民间单位 是我们用钱账 或是他发信 或是说 可以免税 这整个是怎样 我们都了解一下 不然我们也可以扮 是不是 我更好奇 你听到吗 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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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的活动 其实我们社会局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的那个概念 然后我们社会局就是每年我们都会编给每个中心有一个委办费的方案 委办费 像我们中心今年是20万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些跟我们比较临近的在地型的社区团体去办一些活动 主要是什么活动 不一定 像我们我们中心的主走我一直是放在就是所谓的儿童团 儿童团体跟就是我讲的我每年度我大概上半年度我都会是办儿童青少年的一些成长团体 那下半年我大概会办的就是家长的亲职教育搭配就是比如说家长一定前之前要有来上我们的课 上完课以后我们在最后面就是办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亲职户外的旅游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增加诱因 那时候你来参加上课 我们会 因为我刚提到这些家长都是本来就是应该比较贵类是比较弱势的家长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鼓励他说你为了参加活动你要先来上课 我大概都是会办 我们连续这两年我大概都是办这样类型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其实坦白说 其实讲白的是政府的不是委办单位自己出的 是我们政府部门 就我刚讲我们是委办 所以他们写计划书给我们了以后 我们核定补助金给他 然后他就拿我们政府的权去办 那当然就是说像我这两年配合 像今天我配合的这个单位他还不错 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民间团体 他有一点盈利了 他们会从跟政府的委办方案里面 他会抽赦 他会赚他们的利润 不要讲回馈 就利润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合作单位 其实我觉得他还蠢 因为他是一个刚起步的单位 然后理事长也都很热心 所以他们大概都要贴钱 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 因为他不会计较钱 所以他都还是贴钱 有时候贴到我自己都会觉得 做不贴的 你们都在了解做 我们会觉得 对你们也不好意思 那所以基本上 其实我们这种委办活动 其实都是 正应该是讲还是主力 都是政府的钱 然后我们委办他们办 那当然有些团体 他们比较有有财力的团体 他们大概就会是自己也会办类似的活动 像比较大型像家福基金会 世界展望会等等 他们每年他们也会有自己自便的预算 去办这些活动 那我们这边的委办 大概我就比较不会去找那种大单位 因为我觉得他们资源够 我也是希望能扶植一些真的 我们在地 然后有新的社团团体可以出来 帮忙做一些事情 那要接这样的一个委办案 最主要的重要的就是 他一定要是有立案的 不管是财团法人 或者是社团法人 那是什么样 像今天您提的这个单位 他的业务是什么业务 他是其实 他是一个东光关怀协会 那他其实他早起 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 他是以在学校里面 他们以前 因为我们北团有一个东光国小 那他们其实是最早 他们的创办人 是东光国小的退休校长 他们就是针对他们学校内的 一些弱势的学童 他们也是来帮他做一些 个案的科业辅导啊 还是说经济辅助等等这些 他们是以这样来起家 那他其实他们目前 后来他们 后来就一直也是觉得说 他们不能一直 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学校做 所以他们后来把它成立了 正式成立了一个社团法人 然后他们也就把他们的据点 牵出来在我们北团的社区里面 自己租了一个空间 当他们的办公场域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经营在地的一些 那个弱势而少的 那个青少年的关怀 或者是儿童的克服的工作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大概是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起家的 对 所以这次在日月坛也是 就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然后去主办 协办 基本上是委办 主办单位 当然是挂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但是他们就会变成是 我们的承办单位 对就是我们政府拿起 请他们帮忙办的概念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赢 我们也是希望一来是 就我刚提到 我们可以扶植一些 比较小的社行团 然后让他们真的 可以更发心的去做一些事 那二来的话 其实在我们政府部门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人力 去做一些规划 筹备的工作这样子 这是我们是希望 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偶尔 还是会有少部分人的认知 我们就是一定要 透过不断的沟通 就我刚讲他们今天 脸就都一直臭臭的这样 我们就是也是 要花时间去跟他沟通 因为毕竟 我们在座很多人 我们没办法 马上就说 每个人的理想认知 是跟我们是一致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 一定要花时间 去跟他沟通 那其实我觉得 只要沟通 其实他们 大概一转念 大概就能理解了啦 对我想这个是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方案 这样 他们这次办 他们也先 对我们 社会局提出了 计划案吗 计划案 基本上 因为我 我刚提到 我们是一个 合作的默契 所以大概他们 每年的年初 大概理事长 都会来找我们 一起来讨论一下 他今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跟合作的形式 那我们可能 就会跟他讨论 我们今年想要做的一些概念 对大概是什么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 到底适不适合 由这个单位来接 我每次都互相讨论啦 因为有些我们想要做的 那个有的单位 他不认为 那是他们协会想发展的 对所以我们一定都 沟通的过程 才有办法去达到那个公式 对 那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话 您就社会局这边 主办本来是想要这样 这个就是 其实我这两年 就我刚一开始 已经有提过 这两年我的主軸 都是认为说 因为我们这些服务的 特殊对象的家庭 我们一定要 从家长开始改变 因为我觉得儿少 其实都还是无辜的 他们的认知 没有那么的跟进 可是因为家长的因素 他很快的 他们去复制家长的一些 思维啊行为啊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希望 是从家长开始改变起 但是我想大家 在座各位都知道 家长有的很害怕 因为他尤其是那种 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点暖心 我们讲到台语就叫暖心 你要拉他出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活动 我还是跟去年的设计师 一样的是 我希望这些家长 能来接受亲职教育 但是这个亲职教育 我必须要有诱因 所以我就安排了在 亲职教育完成之后 你们可以参加一场亲职旅游 一起出游的活动 旅游来表现 对我们是用旅游的 那是来吸引家长 一定要来参加 那我觉得 不过我们今年跟去年 最大操作面的不同 是去年的状况是 但是我们有比较 有比较 讲说硬性 其实也没有 但是我们有特别去强调说 你没有来参加亲职 亲职教育 你不能去参加旅游 对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规范 他一定要来上那个课 对就是想 其实课也不久 大概都两个半天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 你要给他多久 你再来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都会尽量 是以半天为一个单位 就把课上完 然后 对 两个半天 然后我们甚至就是 还会 你来上课就有一些 玄导品啊 还有送你 一定 当天中午一定招待你吃饭 之类 就是希望鼓励他们来 对 其实有时候变成是说 真的要有诱因 要不然我跟你讲 像我说的 你这些 比较有点暖性的 你要拉他出来 你一定要有一点配搭的诱因 有些公共的听听听的 他说 怎么这么疼的 我要做一件事 要再这样鼓励 但是我觉得那个没关系 我觉得如果 相对我们花费的一些成本 但是我们的目的能达到 我觉得那才是最终的 对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啦 所以我觉得 这些我都觉得那是没有关系 只要他们愿意来 不过就像我讲 我刚刚有个提到 这一次的出席率 确实比我预设的还要 还要糟一点 那我可能我事后 那预计是多少 我们预计的话 是亲职课程 是25位家长 对 然后那个亲职旅游是80位 就家庭乘客架起来 因为我们是两部游览车去的 对 所以我们当初的规划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的亲职课程 因为我们分两批嘛 第一天只有八个到 有啦 第二天是因为 不过因为我觉得也是可以 单位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有差 因为第一批他们设计在周间 就礼拜三的下午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也想说 下午小孩念半天 有了家长也会在 那后来 可是礼拜三那天 出席率就有八个 那第二批是我们办三个礼拜六 那三个礼拜六 其实那一批大概就有15未来 就比第一次办 还来得高一点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也不会那么贵 就因为我其实都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只要他们真的愿意参与 我都会尽量是鼓励他们 所以我那一朋友 跟我们同仁讲说 两批加今天的旅游 都有到的家长 今天一定要再另外 再发一份小礼物鼓励 而且要在大家的面前发 就是说 其实你们愿意全程参与的 你一定有奖品 我跟我们同仁强调 今天因为我们本来 是没有编 编这一份领路的预算 但是我跟他讲说 我们一定要自己找东西 出来送人家 那大家一个表弟 到其他家长看到以后 原来全程参与 还有另外的小奖品 就鼓励他们明年 如果我们再办 他就应该说 其实我应该要多多来参加 这样子 OK 不好意思啦 因为真的有点干 那就是说 那个师姐以后我们再联络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我都是开放的 因为我好像有几位师姐 也都有我的LINE 然后我们都是开放的 都随时跟我联络 OK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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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 你用到十二点 看一会 大家带不了 那 就有人离开 老人就能再来吃 那就是 他不去 不去奉害 他愿哪要客户 因为做所有事 要做的条 也很辛苦 我们实际上 一年才来 每次都没有消费 人家都要做整年 趟天 对不 所以我们要把 鼓勵也要配上去 这样 知道的意思 所以 哪里吃不到 有的 十一点对你来说 以前吃的 但是也是要推 吃得慢 我相信 一开始吃的时候 要吃清淡 或者先吃一些水果 沙拉 然后才来吃 才来吃那些饭 或者是比较浓口味的 这样你就吃得下 我们都是这样吃的 我们出家人 有时候出门啊 居士的姻缘啊 没办法刚好 你不能给居士讲说 我现在要吃 因为你时间要下 你也是要吃 我们就是要休息 所以出家人 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 两点睡觉 四点就得起床 我要出国前 常常整理行李 整理到凌晨三点 四点就要出发 睡一个小时 是这样 我们就早到时间就睡 在我们想法 出家人的生活 那个在深山里的出家人生活 是他在练另外一种武功 那不一样 我们呢 要做事实上怎么样 其实整个生活面 接近什么 接近军人 要讲求纪御 又要面对随时的变化 面对任何的变化 通通不能忘记 根本的修养 道心 还有呢 还有你对众生的慈悲 居然是不能放弃 对国家的忠诚 但是我们呢 是不能放弃 当年在佛陀面前 所宣誓 要对一切众生慈悲 为一切众生的佛道而奋斗 很接近耶 但他的目标很宏大 所以 但是他不能有 不能有重量 有重量就完了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 我的学生当中非常多 学着发愿 发完了之后 会扛不住 因为太重 那个愿太重 军人打仗 偶尔打完就没事了 回去之后还可以升官 升官风绝 对不对 出家人打仗 打的是无声无息的心灵之战 而且有时候是替众生打仗 打仗 他在生烦恼 你要站在他的位置 帮他打 帮他调伏他的烦恼 调的过程当中 连你搞不好都起烦恼 怎样 怎麽才难打仗 怎麽才难打仗 才难打仗 刚刚讲的 才来八个 怎麽 就是这种情绪 所以这个都不容易 在操作面上都不容易 那我刚刚特别要问的 就是要问清楚一点 我刚做两件事 一个就是希望说能够成立这个将来的每三个月大家互动的这个机制 有台北来给我们新的这些经验是非常好 那我希望说我们台中中部也要这样推行 帮赖居士来推动 那越自然 越方便的方式才能越持久 真的是这样 你看他就在他们的办公室 人家要特别多时间 上班的时候 人家敲一个零碎的时间 敲一个两小时出来就可以了 那要延长 延长没关系 他有空大家继续谈 所以很活 对吧 那你带一点吃的 我带一点吃的 大家在家里做一点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把我们的护身产品带过去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顺便怎么样 也介绍也让他感受一下 这种好东西给他 他会觉得 不觉得太难接受 太隆重 但是呢 又觉得很 很有感觉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我觉得台中这样知道意思吧 那跟赖居士讲一下 他在忙 好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 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场地的原因 本来其实我也很想说 换一下也无所谓 是这样 但是他好像 听我这么一问呢 他好像有点害怕都不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就是说 那如果是在幼稚园的话 只要大人坐得下 是这样子 这些人坐得下 跟刚刚那些学生一起坐得下 然后嘛 然后嘛 吃饭的话 用便当这样就OK了 在台北也是用便当啊 也没什么不行的 所以我希望说 北中南高 主要的组长 组长 副组长 或者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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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联络人一定都要去参加 跨区去参加 因为各区的办法会不同 那我们就多经验 知道 OK 好 那么这是这样子 第一个事情 刚刚我问了 岳建良 督导 也问了这个事情 给大家听了 那希望能建立这个极致 其次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问了很仔细的 就是说 他们在什么 尾办 尾办对外的事业 有没有 事情 那我们就更知道说 人家社会局在做什么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是西方现在在讲一个事情 叫做什么呢 叫做弱势遗传 就是我们常常在雇那个小孩 有没有 那结果他在他的原生家庭就很弱势 那结果一弱势 就经过三十年的追踪调查 我发现 英国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 当年 遗传 当年 属于家境比较弱势的小孩 能够真正在三十年之后翻转的 好少 唐能就是他的弱势状态被遗传下来 那个遗传不是肉体上的遗传 是整个文化面跟机会面的遗传 没机会 你听不懂 当时的那个比较优先的那些小孩子 他家境就好 看的是什么呢 什么伦敦 什么经济日报 从小就看那个了 所以他就有投资观念 知道怎么贪心 你听不懂 其他的那个比较弱势的 从小想的听的 他爸爸在谈的 在家里谈的是 哪里可以打工 哪里 哪里可以多拿一点什么东西 他不是在谈一个 一个社会面的一个怎么样 结果呢 遗传 爸爸思维的方式 遗传给儿女 他的思维方式 就是弱势的思维方式 结果呢 弱势遗传 不猜我们要死下去 你听不懂 他得他们做的就是什么 他就切割开 因为有的小孩都是没背部 有的现在都是这样 我看我上边的地方 我看他靠 我看到他的背影 好像猪鼻的阿公 不是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一年才一次而已 我像被他做 被他做 被他做 神奇了 这个时候 他那些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进行这种 遗传切割 遗传切割 遗传切断 他要让孩子感觉 不要紧 爸爸妈妈不在 有阿伯有叔叔来 跟你照顾 希望你们来研究 他刚才对孩子说也是这样 所以我问你 我说 那是什么奖学金 没办法 我们就是青韩最重要 那比较少 比方说青韩还不行 但是青韩一说下去 他就有可能可以自我标签化 所以我就跟他说 那青韩是 这些叔叔婆婆 你跟他说的 你们不要被标签 即就在切割什么 要切断那种 家庭背景的遗传 这英国在跨30年的研究 英国算是民主先进国 他就这样 而且欧洲 欧洲的社会福利 是做的相对比 亚洲 美国好 相对 还会这样 我就很吓到了 33年的研究 他又是这样 他有在上评 33年前 那几个小孩在那里玩 这个比较散 这个比较散 33年后 这个你做什么 律师 医生 那个你做什么 他要说你做散播座 你做散播座 你做散播座 你做散播座不好 但是呢 他在社会中间 看着就没有翻转 你听不懂 他说 他说 样品用了50个 还60个 一个翻转而已 一个 翻转 所以说 刚刚 他在说的那个 把爸爸妈妈找去上课 有没有 这是对的 你如果没有他爸爸妈妈 他就 他就移传下去了 你听不懂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还剩五元经 我再说 我们就要来吃饭了 帘来吃饭 烧坎来吃饭 不是把你们帘去吃饭 烧坎来吃饭 就是说 我们现在无论说 建案是因为小孩 不是因为小孩 我们可能都在想讨论 你听不懂 你只顧小孩 也没考虑 他会去跟妈妈 阿嬷 阿公 夫妻 我看也会这样 所以说 有什么建案 是因为小孩在建案 小孩 小孩 我们去看外小孩 店头有什么小孩 你看不到 因为他在想 你也说 我们的案子 是八个小孩 我们都不照顾到 看这个阿嬷 我就是要看阿嬷 因为由阿嬷照 阿嬷照顾得到 八个小孩 十多个小孩 他就顾得到 有时候 事件很近 他很近 孩子都会比较脆分 像刚才要去习宵 有没有 第一个习宵 他就走走 他就这样 有没有要来 有没有 那一定会这样 但是 你也会附近 他的阿嬷 他阿嬷 他阿公 还是他的爸爸妈妈 给他想象中的 哎呀 有一群叔叔阿姨 还有一群 有一群什么样 大哥哥 大姐姐 你一直来关心我耶 我没看到 将来我期望看到他们 你这个期望给他 然后 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 不要过度的暗示他是弱势 这样他就标签化了 这样就结果自我遗传 自我定位 就死了 他自我定位 真的不对 我今年 40名的小学同学 要聚会 40名 不过去隔壁 以前 那男孩子 你如果搅到买到买到去 现在拌到 都全身軟 以前 看的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有的也很厉害 有的呢 你开家庭车 你中国 做生理 做十多年 回来 你开家庭车 那怎么 快点了 快点嘛 不用什么钱 一台车 本来就有了 我看这么多 你来台北 你刚才多 好那十个 刚才六个 都刚才 你从中部回来 你开家庭车 你怎么不能怪中国 你听我的意思 那是一个大杀战场 台书人家庭车回来 是不是 还有一条命 回来就很好 开家庭车 也可以过日子 政府摸摸 他在中国 他没在一条摸摸 回来摸摸 那就对了 不要紧 稍稍一下就好了 人生 你一定遗传 我的同学也是这样遗传 他 他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有感觉 他家里老在骂国民党 因为他就是国民党的人 他觉得国民党照顾他不够 现在呢 现在也叫我妈 因为现在都要骂了 因为国民党要把台湾搞掉了 眼看就要要搞掉了 这样 他再继续骂了 我没有政治想法了 我只是说 这又是一个遗传 有没有看到 政治思维也在遗传 这很难跳得开 你听懂 所以我们要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切割 我们一定要给他新的可能 我们没办法切割 我们不是别的 我们是没办法切割 但是给他一个新的可能 给他一个新的讯息 所以有时候不是送吃的跟送完的 给他适合年龄的读物 给他一个机会 或者在可能的范围 带他去使用图书馆 我们台湾的图书馆真的很好 还有带他去博物馆 带他去听音乐 听音乐 让他一个新的东西给他 或者挖掘他的新功能 比如说 这个小孩 他做不到他 奇怪 手工做得好 音感很好 音感很好 一定要弹钢琴 他没钢琴 做调音师 做那个什么 录音师 也可以啊 录音师 你听懂吗 那贪落都几十万 或者他好会煮饭 干嘛 让他怎么样 让他学着煮 让他做调酒师 或者鼻子很灵 调酒师 有没有 我一种调酒师 我们台湾小孩去比赛 世界第一 调酒世界第一 你知道吗 那二十一割了 调咖啡 最近调咖啡的 最近是调咖啡 又得世界第一 我台湾小孩 你看 这些都可以超越的 你听懂吗 还有原住民小孩 有没有 让他去运动发展嘛 我们不能把他标签化 有点 要注意到什么 注意到所谓的遗传问题 家庭背景遗传 这种西方的 我都让你注意 师父 要跟你说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机会做 我们是在陪伴 是不是这样 你又听到 他刚才说 来陪伴 那里面 那里面 臭嘟嘟嘟 我们都没 有证度 我们都使眼睛 是不是这样 所以让人不按 这很重要 真的 厚嘟嘟 因为他这种好事 你听懂吗 我比较大便 才来陪伴家庭 我都没有表现 我们就有尽量了 来陪伴 陪伴也是我们的 是不是 我们的机会 人家这部分 来陪伴家庭 他也太多 太多 该来的都没来 有没有 这种话很伤人 那我不该来 是不是这样子 你只看到 没来的有多少 你没有去看到 有来的有多少 重点是 有来的 才是我们要发心的 所以刚才他在说 陪伴家庭有 我们有到处 千万不能按 怎么说 我们不能去看到 没有来的有多少 我们应该说 有来的有鬼的 一鬼的才是我 有缘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这 我们要了多少 我做生意 不用得了 不能这样想 我们说 我们要再出多少 最后再出一口器笔 是不是这样 好 来吃饭 来吃